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饱饭了就不听到打嗝 还有的是出现胃痛 有的人胃寒会导致喝一点凉的 他就痛得难受 等等这些原因 有的人的胃感觉像堵着的特别的难受 那么下面为大家分享拍打手三里 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调理上这些问题 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也在别人或者吃完饭 或者是告诉我胃胀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点按 疏通手三里 效果是立竿皆用 好 下面呢 我给大家讲解和示范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手三里 因为穿着衣服怎么找 好 把手拳起来 就是把我们的手臂拳起来 找到我们的肘 肘肩 肘肩往上拉 拉上来以后这条线 我们把手掌对着这条线 好 找到肘肩往上拉 拉一条线 把手掌对着这条线放下来 拍打就可以 这样的话 我们的手下就可以拍打 手三里这个穴位 好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样拍打 是拍下去一下 慢慢的 就是再抬起来 再这样拍一下 而不是像那种 拍的超级快 我们是慢慢的 好 抬起来 自然的落下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拍个100次 要换另外一边手臂 也是一样 拳好 找到肘肩 向上面画一条线 好 手掌贴着这条线放下来 就是手三里 好 开始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我们这样抬起来 慢慢落下来 一下一下的拍 效果会更好 你有上面的胃胃胀 胃痛或者是胃寒 胃不舒服的 反老打嗝的 坚持 每天左右 各拍100下 最根本的是 饮食要规律 不要暴饮暴食 按时吃饭 另外一个 不要吃寒的 凉的 这样对胃伤害 是非常大的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评论 留言 或者私信 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